按照以往的这个时候 王国TV的爸爸去哪儿 都已经在电视上热播了 然而到现在都还没有播出 很多人都知道爸爸去哪儿 已经录制到第六季了 目前也已经是完成了录制 只是让观众们匪夷所思 那是为什么一直延后呢 虽然对于这样的节目 已经不太新鲜的了 毕竟这几年来的亲子节目 也是有很多的 所以也没有之前那样的吸引人 很多人喜欢观看 是因为想要看看明星们的萌妈妈 结果以为可以 在电视上看到他们 谁知道一直都没有播出 其实之前王国TV的节目组 也发了官方消息说 爸爸去哪儿节目延期 现在即将一个月了 都没有任何的消息表示要开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审核的问题 还是因为节目做了一些整改 导致迟迟都没有播出 不过不管怎样 还是有一些人期待能够尽快播出 看过爸爸去哪儿前五季的时候就知道 在第四季开始节目组就开始设定 会有实习爸爸这个角色 在第四季的时候就有了董弟 方志烈 后来换成了相组 以及张伦朔 而第五季的实习爸爸 就是最近很火的邓伦 虽然他们都是实习爸爸 从刚开始得不熟练 到后来越来越好 他们一点也没有比其他的准爸爸差 不得不说节目组也是煞费苦心的 提前就把他们锻炼成一个好的爸爸 而这一次也是不例外的 只不过在节目组 还没在官方宣布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说实习爸爸 是由范成成来当的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他 而是何尤军 对于他大家也是挺熟悉的 他是香港赌王的儿子 同时也是最强大脑的天才 之前还有人传出 他和超模西孟瑶两人的恋情 因此还有人真的以为 他们俩在一起了 而这次他是实习爸爸 还要带两个娃 也不知道作为实习老爸 那他会不会照顾好两个萌 根据小编在了解之后 原来没有让范成成 当这次的实习爸爸 是因为他实在太小了 也不符合要求 所以就换成了何尤军 因此就有人说 换了人之后 节目就开始延期了 就这样和幽军 就成为非国侠 说起来还是情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